这里是母亲河 不是黄的 是绿的 从甘肃一路驶向青海 天空中阴沉沉的云层 仿佛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灰暗的滤镜 一路上 路况确实不尽如人意 颠簸与崎岖伴随着我们的每一步前行 然而 当我们终于踏入青海境内时 活到旁 那条奔腾不息的黄河 宛如一条沉睡中苏醒的巨龙 瞬间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 我急忙找了个合适的停车位 江车稳稳地停下 自幼 我就深知黄河水那标志性的黄色 因为我的老家就在黄河畔 但眼前青海境内的这片黄河 却呈现出了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清澈见底 我心中自然明白 这里地处黄河的上游 还未受到过多泥沙的沾染 所以才得以保持如此纯净的姿态 我和父亲怀着敬畏与好奇的心情 一同踏上了黄河大桥 当我们站在桥中间时 眼前的景象让我们为之震撼 尽管桥身很高 使得我们听不见黄河的流水声 但从那汹涌澎湃的态势中 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水流的湍急与力量 在这一刻 我内心深处那股强烈的分享欲油然而生 我迫切地想要将这震撼人心的美景 传递给那些一直关注我的网友们 于是我迅速拿起了无人机 当无人机升空的那一刹那 我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地震撼了 那绿色的黄河在阴天的背景下 宛如一条璀璨的翡翠丝带 蜿蜒曲折地穿梭于大地之间 黄河旁边的山巒高耸险峻 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卫士 守护着这片古老的河流 山的颜色丰富多样 有深沉的褐色 苍玉的绿色 神秘的紫色 它们相互交织 融合 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 壮丽无比的画卷 这些山巒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 更让人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雄奇与伟丽 我和父亲静静地站在桥上 操控着无人机进行航拍 那画面中的美 让我自己都不禁沉醉其中 绿色的黄河与险峻的山巒相互映衬 营造出一种既雄伟又秀美的独特氛围 每一个角度的转换 都像是在翻阅一本关于大自然的壮丽画册 让人应接不暇 请大家注意看 在黄河的那边 是一条分流 那里的水呈现出鲜明的黄色 那黄色的水与这边清澈碧绿的水相互交融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色彩奇观 那交界处的色彩过度宛如梦幻般的画卷 黄色与绿色逐渐融合 层次分明而又和谐美妙 这种景象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河入海口 那同样震撼人心的黄蓝交汇 仿佛是大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在这里肆意挥洒着自己的创意与灵感 创造出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色彩盛宴 在这个阴天里 我们父子俩站在黄河大桥上 静静地感受着这一切 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脸庞 带来一丝良意 却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 我们沉浸在这壮丽的景观之中 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这次与黄河的邂逅 不仅仅让我看到了它的另一面 更让我对生命 对自然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黄河 这条伟大的河流 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更是一部流淌着的历史 它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 承载着人类的文明与智慧 而眼前这清澈见底的黄河上游 让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多变 也让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空依然阴沉着 但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 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 离开了黄河大桥 但那壮观的景象 那绿色黄河的美丽 那山巒的险峻与色彩的斑斓 都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今天晚上 我们的车呢 就停在这黄河边了 这是一个停车场 这旁边啊 也没有人 也没有住家户 就我们这一辆车 这 这个停车场下面还有一层 我跟我爸现在去看一看 对 对 五颜六色 各种颜色 这个路车是可以开下来的 然后大伙看看啊 下面还有个平台 两层 真 真的不错 哇 这要是天气热的话 在树下面吃个饭干嘛的 这边呢 还有个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漂浮物 上去看一看 这是干嘛用的 大家知道吗 这是农沙用的 爸爸 不知道 这是央浮物 那里边自动飘的 飘进去啊 这是 从秋中 这么大 对 是不是央育着 这啥也来着 这中间撒成汪 就能央育了 坐吧 我有点头懵啊 推便法软啊 说真的啊 走在这上面 对 主要是感觉 就是一不温是吧 漂浮不定的感觉 看这里边水草 对啊 这里边还有水草 这真草啊 这可不是扔进去的垃圾 哦 水草 你会游泳不会吧 会 会游泳 那你掉进去谋事 我要掉进去的话 我不会游啊 但是我会躺在那里 头朝上 躺在那里 我小时候上去 去那夏天的四个 中午下去 十几早 昨天忘了吗 我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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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刚刚航拍的时候 我也有提到啊 我们老家 就是黄河边啊 我爸也是出生在黄河边 是吧 对 就在家那喝 就是太晃了 对 这边的话 属于上游 就没有那么晃 通过甘肃的黄河高河 重新去的黄泥巴 对 嗯 慢点儿 走一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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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一点不容易 这边还有一个平台 再下去看一看 结实不 结实 这水拐神的不宝 神的很 这个水 打到这儿 那有点害怕呀 水不弱 肯定的是 你看那 湿度都是石呀 有可能会水 脏了 磨过这个 这是瓢 能瓢起来 哦 对对对 水没高的 就瓢起来 对对对 这个油盐不会被烟 是啊 水挡得再高 这就能瓢起来 这个位置啊 是真不错 人又少又安静 但是啊 还是不能细看 我得大家仔细看看 这上面 到处都是垃圾 大家看看 这上面 这我们呢 都是千里迢迢 来到这里啊 看着咱们的母亲河 在这里吃个饭 入个营 确实心里舒服 但是你看 这瓜子壳 到处都是瓜子壳 这这这 就没办法看啊 真的没办法看 你说这三五成群的 在这里聊天 心里是痛快了啊 但是留下了一堆垃圾 真的没法看 就不止这一点啊 到处都是 这个观景平台啊 就这么大 这边都是啊 包括那下面 你看黄河旁边 咱们的母亲河 大家看到了没有 各种喝的 吃的 瓶子 没办法细看 大伙再看看这细节 这也不知道是油洒了这么多 还是饭不小心给撒了 这确实没办法啊 我去的地方也比较多 反正就是垃圾多 如果说有人管理的话 还好一点 就不敢这么肆无忌惮打 这是晚上在这里烧火的 刚刚在远处 我们领略到了 黄河那波澜壮阔 美丽壮观的景象 当我们走进黄河边时 眼前的景象 却让我们的心情 瞬间沉重起来 目之所及 到处都是垃圾 各种塑料制品 食品包装袋等 杂乱的散落在地上 与这原本应该 纯净美丽的自然景观 显得格格不入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难受 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 我实在想不通 那些和我们一样 自驾旅行来到这里的人 为何要将垃圾 随意丢弃在这里 这里是大自然的恩赐 是我们应该 共同珍惜和保护的地方 他们怎么能如此 肆无忌惮地破坏它呢 看着这满地的垃圾 我仿佛能听到 黄河在默默地哭泣 在控诉着人类的不文明行为 我多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都能心怀敬畏 都能自觉地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而不是将这片美丽的地方 变成一个垃圾场 这里还有个大坑 还烧了不少垃圾 但是也烧不干净 优优独播剧场ucingo